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今天教给大家怎样才能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好你的挫疮 西医认为挫疮的形成有三大核心原因 第一大原因是因为身体的激素分泌紊乱 尤其是以雄性激素增多为主的导致的皮脂腺 大量的分泌皮脂导致了挫疮的出现 在身体中非常多的地方都有皮脂腺 所以说你会发现挫疮不光在面部出现 还会在后背和前胸也会出现挫疮的问题 第二个是因为皮脂腺的导管口出现了过度的搅化 导致了皮脂分泌不畅就会出现挫疮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挫疮 它会出现化膿会出现炎症 那么既然有化膿和炎症 那证明是有菌 什么菌呢叫挫疮病酸感菌 那么有一种菌的大量的出现 那怎么来进行治疗 那么西医去治疗挫疮的话 就会围绕着这三大核心来进行治疗 首先皮脂腺过度的缴化它的导管口 那我们就来去解决一下缴化 那怎样解决呢 最常用的药物就是VA酸类的药物 比如说一代的就是VA酸乳膏 三代的阿达帕林 那么这个药物除了可以去解决皮肤过度缴化的问题 它还可以去帮助来消除炎症 并且还有非常好的可以来防止色素沉淀和防止搬痕形成的作用 所以说这是我们常用的治疗挫疮的一线的外用药物 这个药物对皮肤有比较强的刺激性 尤其是一开始使用的时候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刺激皮肤的感觉 甚至很多人在应用第一周到第二周的时候会出现症状加重的情况 但是坚持使用一段时间 治疗错生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药物尤其是VA酸类的药物 不管是外用还是口服 都有非常严重的致激性 那致激性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这个时候吃完药 就要小孩 那小孩可能会出现畸形 所以说这个药物是严禁在怀孕前三个月内服用的 所以说你用完这个药物就不要准备 生小孩来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这种避孕的措施 如果你是在育龄期的话 男性和女性都是要中意的 这个药物有比较严重的那种光明反应 所以说建议就不是白天用了 在夜间使用这个药物就可以了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来看 这个只解决了毛脑口过度狡化的问题 那挫疮病酸甘菌这个细菌 它没有解决 那我们怎样来杀菌呢 杀菌可能每个人都想到要抗生素 但是抗生素外用治疗 这个挫疮病酸甘菌 它的耐药性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我们一线应用来杀灭挫疮病酸甘菌的药物 叫过氧化本甲鲜 这个药有乳膏也有溶液 这个药物有非常好的 可以来杀灭挫疮病酸甘菌的作用 并且它还没有太大的这种耐药性 所以说我们常用它 这个药物和维A酸类的药物 有一定的药物互相的作用 所以说建议不要一块用 那如果夜间我们用维A酸的话 白天就可以用过氧化本甲鲜 来去杀灭一下甘菌 效果还是非常好用的 如果说你仅仅只是轻度 或者是轻中度的这样的挫疮 那么应用外用的药物 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轻度的就是只有粉刺 那中度的话会出现秋枕的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是中度或者重度 出现了浓泡 出现了囊肿 出现了节节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建议去应用一些口服的药物了 口服的药物 首先我们常用的就是维A酸类的药物 维A酸类的药物呢 有益维A酸和国产的维安脂 维A酸类药物有非常好的 第一个呢 可以呢减轻我们这个皮脂的分泌 第二个可以呢减轻导管口的过度角化 第三个呢 还有非常好的这种解决我们这个艳养环境 来去帮助杀菌的这样的作用 第四个呢 还能防止斑痕形成的作用 所以说呢 它一下解决了挫疮的四大问题 这也是我们几乎治疗挫疮口服的一线用药 通常的都是比较这个中度或者重度的人 我们就建议去口服了 那么这个药物呢 因为属于是处方药 并且呢副作用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会导致皮肤干燥啊 导致这个血脂增高啊 并且呢 还有比较严重的这种致肌的作用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在医师的处方下进行购买和使用 在这儿呢 你就了解到原来严重的这个挫疮 还是有这样的药物来去治疗的 我们除了去应用这个药物之外 如果说呢 它的这个有出现浓泡 出现了结结囊肿 那这个时候还要去做一下杀菌 那用抗生素 那抗生素最常用的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 四环素类的药物 比如说呢 像多西环素 米诺环素 这些药物有比较好的杀灭挫疮米酸感菌的作用 那么如果说这些药物不能用的话 我们还常用的就是大环内脂类的 像罗浩梅素啊 阿奇梅素啊 这样的药物也可以坚持服用一段时间 如果说你吃完了 口服的维A酸类的药物 和抗生素类的药物 吃完之后呢 减轻 一不吃就加重 那我们就要考虑 它有可能的激素分泌 紊乱的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 那我们通常的都是针对于女性而言 去应用一些 去抑制凶性激素的药物 我们通常都是给女性使用的 男性的话 抑制凶性激素要慎重 那女性常用的像避孕类的药物 还有呢像罗内脂 这是比较常用的 可以去抑制凶性激素的药物 那除了这些药物之外 还有一个药 可能大家想不到 哪个药呢 就是胰岛素增敏剂 就是二甲双瓜 这个药物呢 在我们的2019年版的 挫疮疗指南中呢 是把它作为一个 抑制凶性激素的药物呢 写到我们的推荐指南中去的 效果呢 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如果说严重的挫疮 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的 诊疗指南的用药 外用药和内服药 来去进行使用一段时间 通常都有比较好的 这样的治疗效果 但是呢 这些药物呢 大部分呢 都是处方药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不要自己擅自使用 一定要去找一个大夫 在医师的处方下 进行购买与使用 这样的话比较安全一些 我们在去应用西药 治疗挫疮的同时 怎样才能让疗效更好 让痊愈的更快 并且呢 让这个挫疮不再反反复复发作呢 这个时候去辨证应用一些中药 那么就能达到更好的治标 又治本的效果 如果说你的挫疮出现了 以红肿疼痛为主 出现有浓泡 但是呢 化膿不是特别严重 并且呢 会出现舌头 舌质红 舌苔黄 出现了口臭 大便密集 甚至呢 胃里面有烧心的 这样的感觉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症状 我们考虑呢 就是火比较大了 那一看一片火象 那么哪的火呢 叫肺胃火胜 那么肺胃火胜呢 出现的这种挫症 我们可以去辨证 应用一些中程药 在这呢 就只给大家去讲一些 中程药类的药物 你可以联合去搭配 中药的话 你得找中医大夫呢 进行辨证的开方 最常用的治疗肺胃火望 以火为主的 我们常用的 像这个莲窍 拜毒丸 或者呢 质子金花丸 这样的药物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 你的挫疮呢 这个除了红肿疼痛之外 化膿特别多 一挤呢 全都是一包这个膿液 全都是呢 我们说这个白白的白头 白头特别多 膿特别多 那这个时候 你不光有热了 有红是有热 那有这些浓头呢 那是有湿 那湿热孕节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去用一些 既能清热 又能去湿的药物 那最常用的呢 就是当归苦身丸 还有呢 二妙丸 这两个中程药 有非常好的清热 去湿的这样的作用 治疗呢 又红 浓头又多的 一身舌头啊 这个舌苔不光 黄 它呢 又厚 并且呢 还腻 就看着像肥肉一样 又黄又厚又腻的 这种情况 平时呢 这个大便啊 还总是黏腻 沾马桶 但是呢 平时呢 也有这种口臭啊 大便臭这种热香的 又热又有湿 那就把湿和热都去了 那当归苦身丸 加二妙丸 效果就很好 如果说你发现 你发现你的挫疮呢 颜色不是很红 你会发现很多人 有一些这种挫疮啊 它不是很红 暗红 甚至呢 偏淤暗 但是呢 上面的浓头特别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考虑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 痰湿 淤解 那什么意思啊 首先呢 有痰湿 浓头多 第二个呢 这个颜色不红 那什么火不大 那有什么呢 这个颜色偏暗 那就是有淤血 血液淤质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 要健脾 去湿 活血 那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用到 健脾去湿的 像森林白竹丸 还可以去用到 可以活血的 像这种单身铜胶囊 对于这种呢 以浓头为主 不太红 颜色呢 偏暗为主的 这样的患者呢 就比较适合了 健脾去湿 还有呢 活血 效果比较好 最后 如果说你发现 你的挫疮呢 都是在这个月经前后 出现了更加严重 并且呢 伴有乳房胀痛 两肋胀痛 小腹胀痛 出现了月经 血块 过多各种各样的月经 不调的这样的症状 我们呢 终于就认为叫 充韧失调了 那充韧失调的话 最多我们常用的中程药呢 会用到加味消腰丸 或者用到 支柏地黄丸 来去调理 最后来做一个小总结 如果只是轻度 或者是轻中度的挫疮 我们只需要在夜间 用一些维酸类的药物 白天用一些可以杀灭 挫疮感菌的 像过氧化 本甲鲜 这样的药物 就能达到比较好的 来去治疗挫疮的效果了 如果你是中度 或者是重度的 以这种浓泡 或者是囊肿为主的 我们就可以口服一些 易维酸的胶囊 或者是维胺脂 这样的药物 如果说再减重一点的话 就再用一些抗中素 如果说两个药物 口服一段时间 没有效果的话 就要去用一些 抑制雄性激素的药物 那么在这个同时 我们去根据辩证选择 如果是以肺为热胜的话 可以选择连翘 败毒 或者是质子金花丸 如果说是湿热 都比较重 可以去选择当归苦生 或者是二妙丸 如果说是颜色不红 但是以浓泡 和颜色比较暗为主的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像森林白猪丸 或者是单身铜 这样的药物 如果说最后一到月经期 就会出现 我们去可以选择 条理充认失调的 像加倍消耗丸 或者是支白电话丸 这样的药物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到哪些点 才能有效的去防止挫疮 首先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减少高糖类饮食 和高脂类饮食的摄入 这两个非常重要 很多人挫疮反不发作 就是因为平时就喜欢喝饮料 喜欢喝奶茶 吃各种油炸类的食物 那你吃这种食物过多了之后 就会导致披脂腺 过度的分泌披脂 你这个挫疮就是不好好 所以说这两点一定要注意 清淡饮食 还有呢 如果说你会发现在挫疮 长的这个时间呢 尽量少喝一些牛奶 如果说喝牛奶过多了 也特别容易导致 这个挫疮的这种增加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比较重要的 就是要注意 不要熬夜 一熬夜 长青春痘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最后呢 就是面部的清洁 如果说你是以油性皮肤为主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一些这种 可以去油的这样的洗面奶 如果说呢 你皮肤呢 是以中性或者干性的话 那尽量就不要用 去油效果特别好的 这种洗面奶 这种情况下 特别容易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首先 面部的皮脂纤维破坏 破坏了之后呢 导致皮肤的过度角化 甚至会导致皮肤 这个挫疮的这个加重 我以前的时候 也有比较严重的 这样的挫疮 是怎么好的呢 很偶然的一个经历 在有一次运动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脸给磕伤了 磕伤了之后呢 就没法用水洗脸了 过了大约呢 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左右 只用清水轻轻地擦拭 发现呢 面部所有的挫疮自己就消失了 到后来呢 就发现只要一用呢 这个去油效果比较好的洗面奶 一洗挫疮就出来 只要呢 用清水使劲地把脸给洗一洗 就发现就没有挫疮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的皮肤呢 不是特别油的话 你可以去尝试应用一下 就是不用洗面奶 不用去油效果太好的 洗面奶洗脸 就只用清水 好好的把脸洗一下 你会发现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挫疮消失的 就会非常的快 那么如果你能做到 上述这些的话 那么治疗挫疮 你一定能有非常好的收获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 更多健康知识请关注良医学社